新的版本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讲解了所有前端代码的编写 这节课呢 我们来简单讲一下项目上线的一个流程 大家知道啊 当我们在写前端代码的时候 我们跟后端定了一些接口 那么后端的同学呢 这个时候他也应该去写这些接口了 下面大家把我想象成一个后端的同学 我来演示一下后端同学在这个阶段 他干的一些事情 好 我呢跟前端同学定了一些接口之后 前端同学去写前端的代码了 那作为一个后端同学 我该去对后端的这些接口做一些实现了 那假设我是一个编写PHP代码的同学 我可以这样啊 我在本地去写后端的代码 大家呢可以和我一样 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XAMPP这样的一个软件 Windows和Mac上面都有对应的这个软件 大家安装一个就可以 好 我启动一下这个软件 ManageServer这块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本地起一个服务器 Start 我们启动一个Apaq复器 这块代码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 也可以看一看就OK啊 了解一下它的流程就可以了 Apaq复器已经启动了 它会启动在哪里呢 好我先不关闭它啊 放在这儿它要一直启动着 它会启动在我们的localhost 80端口上 如果是80端口 我们可以不写这个端口 点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的一个PHP服务器 我在写后端的代码 我要写很多的接口 这些接口呢 我跟前端定的都写在哪呀 都写在API这个目录下 所以我打开后端的这个开发目录 后端的开发目录 一般是一个htdocs这样的一个目录 在PHP下面 它的这个接口呢 要求我都在这个API目录下 所以我后端呢 就创建这么一个API文件 在这里面呢 我可以写各种各样PHP的代码 去定用数据库 帮助前端去取一些页面上需要的数据 好 我们刷新一下啊 看这个时候就有API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呢 我就可以取这些API下面的一些文件了 或者说一些接口的内容了 好 这块呢 前端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拿一些模拟的数据来看 在public目录下 前端需要这么多的JSON文件 我复制一份 粘贴到后端的工程里面 我们打开刚才的这个目录网 在应用程序 htdocs下面 API这个目录下 我把这些代码粘贴过来 实际上后端肯定不是这么写代码的 它肯定要对这些JSON的逻辑 在背后做各种各样的运算 然后算出来这个结果 返回给前端 那现在呢 我先这么写死 相当于PHP这个项目里面啊 已经有了API这个目录 已经能够提供这些接口了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好 在PHP的这个Localhost的服务器下 我们呢进入到API里面 可以看一下 HomeList.JSON 好 它能返回这样的内容 稍微有一点乱码 没关系啊 我们刷一下 可能是我这个解析的一个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是OK的 可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认为啊 假设这种情况下 后端 它呢在PHP的服务器下 已经把这些接口写好了 好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前端代码也写好了 后端代码也写好了 那么就要涉及到 我前端代码和后端代码 应该如何上线的问题了 现在这个HT Docs 指的是后端的目录 简书指的是前端的代码 那它俩怎么做结合呢 非常的简单 首先 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关闭掉我们的前端项目 Clear一下控制台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前端代码 依然在Del这个目录下 好 我打开前端的代码 然后呢 我要把Public目录下的 API这个文件夹 删除掉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要做接口的模拟 真正上线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接口模拟了 后端已经把接口准备好了 刚才在PHP里面 我们已经写好了 那几个接口 所以前端不需要这些数据模拟 我就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在这个简书的目录下 运行这样一个命令 npm runbuild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前端的这个目录啊 大家可以看到 在打包的过程中 我的这个前端项目的目录下 多了一个build文件夹 好 我们等待它构建成功啊 这个过程呢 可能会有些慢 大家稍等 好 打包已经完成了 我们关闭掉这个命令 大家可以看到 你多出了一个build的目录 点开build的目录里面 它会多出很多这样的文件 这些文件实际上 就是我们项目上线需要使用的文件 怎么用这些文件呢 我们把前端打包出的build文件 给到后端的同学 好 这个时候呢 前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只要打包生成一个build文件夹就可以 现在 假设我是这个后端的同学 我会怎么办呢 我会这样 把build的目录下的文件 全部复制一下 粘贴到哪里 粘贴到我的后端的这个工程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htdocs这个目录下 我把它粘贴到这里 好 完事 build的目录就可以删除掉了 这个时候 前端的代码就放到了后端的项目里面 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项目的上限 这个时候啊 我们访问的是前端的项目还是后端的项目呢 实际上你把前端的代码拷贝到了后端的项目里面 你当然要去访问后端的这个项目了 后端的项目在哪呢 在localhost 80这个端口上 80默认你不写也可以 点击回车 大家看 你是不是就正确的访问了后端这个项目 而且后端这个项目 有没有帮助你把前端 你写的代码对应的内容都展示出来啊 好 点击进详情页 完全可以进入详情页 再回到首页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前端代码上限的一个流程 大家呢可以自己来琢磨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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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